给香港首富之子李泽凯作媒 美人梁洛诗一口气生下三个男丁 杨子琼究竟捞走多少油水 2007年 杨子琼在木乃伊三中 关注到了长相漂亮的梁洛诗 因他与对方老板杨寿成交往甚密 在十分关照梁洛诗的同时 背后还策划了一场说媒大会 彼时 首富之子李泽凯正在物色美人 杨子琼头其所好 将才只有19岁的梁洛诗 引荐给对方 毕竟李泽凯是个妥妥的钻石王老五 首富之子的头衔正中梁洛诗下怀 杨子琼只是牵牵线搭搭桥的功夫 背后两人早已经私下切磋 并且甚是欢喜 可是哪曾想 杨子琼做了大好事的背后 却惹怒了英皇老板杨寿成 因为梁洛诗是他的掌上明珠 有心思将他打造成第二个张博之 谁料李泽凯的出现 让梁洛诗一门心思 只对豪门上心 压根顾不上公司安排的行程 甚至已经有了解约架豪门的心思 而此时作为没人的杨子琼十分尴尬 一个是英皇老板 另一个是首富之子 他压根都不敢得罪 只能默默隐退 把烫手的山芋交给双方 而李泽凯倒是偏要硬刚 乐意拿钱给梁洛诗赎身 但对杨寿成来说 他自认放走梁洛诗必定吃大亏 毕竟他背后足足砸了七年金钱培养 在首富李嘉诚的出面之下 以两个亿买走了梁洛诗的自由身 而他倒是乐意隐退豪门做阔态 甚至在三年时间内 给李嘉生下三个男丁 可是哪曾想 李泽凯不是个善茬 压根没心思去梁洛诗进门 即便对方给他生下三个儿子 照样已分手告终 而没想到杨子琼再次以没人出面 又牵线搭桥大马美人林轩瑜 亲手送到李泽凯手里 只不过他能偷其所好李泽凯 却不能如愿嫁进大马豪门 曾斩获马来西亚选美冠军 担任嘎那评委 荣誉及美貌于一身的杨子琼 嫁豪门时为何输给一个二线演员胡靖 因为在两个女人之间 躺着一个亿万富翁朱兆祥 他名下的孝恩集团 几乎垄断了马来西亚当地的殡葬产业 是个女孩子都乐意调的金闺婿 早在朱兆祥跑去英国留学时 正巧碰上老乡杨子琼 一来二往情投意合下 彻底过起了没羞没臊的同居生活 但哪曾想朱兆祥是个听妈妈话的孩子 在得到母亲的明令禁止下 他迫不得已与恋爱两年的杨子琼分手 而其实杨子琼同样生于豪门 与朱兆祥身世相当 两人是真正的一对狼残女貌 可是没想到 同样身为演员的胡靖身份地位 比杨子琼足足矮了一大截 为何他却赢得未来婆婆的肯定 大方欢迎他进门呢 杨子琼虽说生于豪门 但他老爹不是个善茬 一生娶了三个老婆 一口气生下16个子女 家族矛盾十分严重 是杨子琼身上最大的丑闻 况且杨子琼一个走上国际舞台的大明星 在朱兆祥母亲看来 此人必然野心勃勃 甚至还比自己儿子大了整整四岁 乍进豪门指定不是个安稳的阔太太 不会轻易被朱家掌控 反而胡靖在圈子里只是个二线小演员 身份背景简单 压根没有过分越位的心思 在朱兆祥母亲看来 这样的女人自然是非常容易拿捏 而胡靖却是个精明的女人 私下把婆婆哄上天 乐意她嫁进豪门还能露脸拍戏 可见胡靖背后的心思 只是杨子琼不可能会是 被婆婆踩在脚下的儿媳 宁愿她放弃朱家豪门 也不会在家族地位上妥协 她的这份英勇也正是能走上国际舞台 一举拿下奥斯卡影后的最好证明 一个女人单枪匹马闯进好莱坞 一举拿下奥斯卡影后 难道必须亲手切断做母亲的权利 才能实现梦想吗 杨子琼在光鲜亮丽的身后 实则是个世界上万千女人的缩影 她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有钱人家庭 本着大家闺秀的品质 四岁就开始钢琴 画画 芭蕾舞蹈等特长 可是在15岁因一场意外 摔断脊柱时 彻底断绝了她跳舞的念想 直到18岁时 一场当地的选美比赛 让杨子琼见识到了新世界 一个靠拿下冠军头衔 就能与周润发 成龙等 香港一线大明星拍广告的机会 可是杨子琼压根不甘心做个花瓶 甚至是被大老板凯游的花瓶 要想真正的在香港影坛站稳脚跟 她必须以成绩服人 以名气服人 凭借打小跳舞的优势 闯进动作女性行列 杨子琼自认之是一颗险棋 但只有做了才知道结果 她没有气馁 即便台下练习到脚趾和膝盖血肉模糊 却咬着牙不认输 但好不容易闯出一点天日时 她竟突然吸引家人了 香港得报公司大老板潘迪生 可谁料这段婚姻才仅仅维持三年 也成为她一生不声誉的转折点 靠婚姻靠男人压根屁都算不上 唯有自己能靠得住 成龙电影警察故事三中 骑摩托腾空火车顶 徒手巴卡车有她 许安华导演阿金中 18米高空跳桥跳下 摔断颈椎和三根肋骨的是她 这个我觉得当开始拍电影 最严重的一次 全部人以为我的被断了 马上抬我去医院 整个路程区的时候呢 每一次的车动一下的 你整个人就好像 哇好痛 但是你更进去 还好 你还有觉得痛 如果你 有痛觉 痛都没有觉得呢 那真的很有问题了 这样的不要命让她直接闯进好莱坞 成为国际舞台上受欢迎的 华谊女打星 千禧年后 打星的磨练背后 杨子琼把心思放在了演技上 卧虎藏龙 《一记回忆录》等作品 使她用形象和成绩 将神秘的东方增添了一抹魅力 可是身为一个女人 年到六十多岁的 她早已不能孕育孩子 被嘲笑人生不完整 但在这样不菲的成绩前 就已经是她最好的孩子 《一记回忆录》